其實波特王是一個商人這一點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從他的案例裡面看得出來 其實在中國是沒有做生意的自由的 你可以看到波特王他之前5月的時候有幫高雄代言 那時候是跟韓國瑜站在一起 那現在跟蔡英文拍影片 那他公布他跟中國的這個廠商的這個對話裡面 他其實有講 他們有講一句話 他說如果習近平來找我拍 我也會跟他拍 所以你看波特王他不是一個所謂的政治的評論員 他也沒有特定的政治政黨傾向 可以跟韓國瑜合作 可以跟蔡英文合作 如果習近平找他可能也不排除 我們也蠻期待他撩習近平的 OK啊 所以你是不排除這樣子的情況 他是一個都已經是這樣子的 只是純粹做生意的一個商人 結果只因為他講了一句什麼 再正常也不過的說 這是我們台灣總統 就被懲罰成這個樣子 在中國你是沒有做生意的自由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保障你自己的財產 他的這個微博賬號可能有100萬的follow 在這個這樣的當今的世道 這個賬號是很值錢的 他在中國累積出來財產竟然瞬間被拿走 我們其實過去有很多台商也遭遇到這樣子類似的經歷 只是因為他沒有跟這個波特網一樣 這麼大的網路流量 所以很多人沒注意到 很多人才看到說 我昨天看到網路上很多年輕人在討論 原來這個微博的帳號密碼是別人要改就可以改的 原來這個微博你累積了多少粉絲都沒有用 因為只要簽約的公司不高興 可以瞬間歸零 而且什麼 而且今天波特網有沒有違約 根本沒有任何違約的情勢 因為他跟蔡總統拍的這支影片 又不是他跟那個中國公司說好要來拍的 沒有這只是他個人在台灣的另外的事業 結果在他中國合作廠商管這麼寬 因為他在合約之外做的事情 合約沒有規定他直接把你的這個微博 把你的財產拿走 那所以從這個事件裡面看 我們可以看到幾點 第一點 主權絕對不是假議題 在台灣有些人會說 哎呀 統獨是假議題啊 我們幹嘛討論這個東西 你從這個事件看就知道了嘛 主權怎麼會是假議題呢 今天在你國家的主權受到威脅 你的總統不被承認是總統的時候 你連最基本的創作自由都沒有 你連你保障你財產的權利都沒有 真的不要再說什麼蔡英文剪刀槍啦 今天捍衛主權是2350萬人 隨便哪一個人有意願都可以做的事情嘛 那蔡英文之所以被肯定 是因為他願意做這件事嘛 那如果說今天你覺得 他願意做這件事得到很高支持度 你跟上啊 你可以如果韓國瑜昨天講說 我譴責中國共產黨對於創作者做言論審查 從周子瑜開始一路聲援到波特王 人家都要刮目相看啊 可是如果他畏畏說說了說 哎呀 那是中國廠商的問題 拜託 如果不是中共在背後 哪個廠商會這麼無聊 沒事去找事 如果說你只敢在那邊 對這種小弟指指點點 你不敢指出他背後那老大哥的話 這樣子的人格 說要來領導我們台灣走出 被打壓的困境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你看波特王他這樣 什麼微博有沒有 跟那個 他說給你 換米也不給你 給你折起來就折起來 我有一次大概多年以前 為了要聯絡一個 不知道怎麼翻牆的這個朋友 在中國 所以我也申請一個微博 我在跟他私密對話的時候 突然間有人插進來 你們不能這樣講話 蛤 怕太麻煩 我錯一個了你知道嗎 你們兩個在對話 我們兩個在私密對話 我們兩個在私密對話 我都插進去 你們這樣講話違反什麼什麼 我的天啊 這個監控很可怕 後來我就知道 因為中國共產黨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韓國瑜今天不是指責中國 是指責廠商 所以呢 這個第三件事情就是 在中國 在中國經商 他一直都會受到 以政逼商的影響 這件事情我想我們不要逃避 韓國瑜如果持續避免這個情況 只會讓商人越來越不安 最後跟大家講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投資中國有去無回